記得就是按一下開啟Visual Basic 插入一個模組 模組裡面記得先寫清除好了 清除H寫在上面好了 人士分欄寫下面好了 這樣子應該會比較好理解 因為清除相對比較簡單 那以後它的概念大概就這樣 不外乎就是說你先把你的範圍先畫出來 那這個範圍就是我們要做動作的範圍 那它是哪一列到先列有沒有 列的話就是I 所以forI等於2到9 然後呢再來就是D D的話你要把它改成4 數字喔 G的話把它改成7 那也就是再多一個J J等於4到7有沒有 那你就把它寫成這樣 forI先寫 再一個NAS 那特別重要有一個for就會有個對跟NAS 它是一對的 有頭就要有尾 OK 之前蠻多同學都打了for 但是忘了打NAS 那就錯了 OK 那如果有J的話 一個J forJ的話 那就有一個NAS 那裡面的話就有什麼 SalesI 這個所以它是先列在欄 所以I 夠點追 那裡面如果要清空的話呢 那當然我們就給它什麼 給它裡面空的資料就可以了 OK 把它執行 這個範圍的資料就清空了 OK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希望喔 將來要取得的資料喔 因為剛好呢這個規則是 在這個B欄裡面的第二列 B欄的第二列 其實如果你要取得B欄的第二列的資料的話 那其實喔 有幾個方法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假設你要取得這個資料的話 你可以跟他講說哪一個儲存格的 哪一列的哪一欄呢 所以其實喔 假如說你要取得這個資料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透過一個 檢視裡面有個即時運算視窗 檢視即時運算視窗 你可以在這邊做一個練習 一個問號的話就是Printer Printer什麼呢 Printer 我要取得這個裡面的資料 那你可以跟他講說 我要取得Sales 刮鬍 哪一列呢 第二列 哪一欄呢 那你跟他講說B欄 意思說你請你幫我把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喔 這個問號是Printer的意思 幫我列印到下方 所以你一個問號 空一格加一個Sales第二列的B欄 Enter 那你會發現喔 他就會幫你取得什麼 取得這個裡面的資料 欸 所以喔 那如果啦 假如說我把這個Sales這個地方 數字改成3的話 姓名流向 對 Enter有沒有 姓名 然後第四啦 一時類推啦 所以 其實 也就是說喔 假如呢 我今天要取得這個範圍裡面的這些資料 放到這邊來的話 那其實喔 我可以用什麼 用這個Sales就可以了 只是說呢 Sales裡面呢 只有一個數字改變 哪個數字呢 就這個數字 有沒有 本來2嘛 變3變4 一直變到33嘛 有沒有 所以呢 我其實呢 可以喔 再搭配 欸 一個K就可以了 把K放到這裡來比較好 嗯 那變你要 不用了 你就加就可以 加1就可以了 那 剛剛我們其實喔 就是多一個K 那這個K的話 其實就是把上面的這個清除複製下來 那原來是 這個K的值 我原來講 這給它預設是2的話 你如果執行啊 它變每個都是2嘛 那如果你把它變成K的話 那記得喔 K的初始值放上面 一定是放在回圈的外面 然後呢 再把這個K的值放上 那你會發現它預設值等於2嘛 所以它第一次輸出一定是2 那下一次的話 因為它把它加1存回去 所以K的話 每次都加1加1 所以如果把它改成K的話 那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喔 把它執行 那就會產生是2到33 為什麼 因為每一次喔 這個第一次嘛 第一次的話就輸出 是2沒錯 但是因為它加了1嘛 加了1之後的話呢 再輸出 那就變3 一次類推 一直到33 那你當然這個地方不用跟它講 跑到哪裡 反正一直加1加1加1 加到哪裡就算哪裡 所以加到最後就剛好33 OK齁 但是呢 我們其實不是需要這個 我們是需要什麼 把這邊的資料 帶到這邊 那剛好呢 這個K 可以符合我們剛剛用到的 有一個叫什麼 我們剛剛是直接在 檢視裡面的那個 即時運算四樁裡面喔 就輸出這個啦 也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K這個值有沒有 帶到它的列的部分 欸 當它要抓哪一列的 有沒有 B欄的哪一列 B欄哪一 那放到哪裡呢 就放到我指定的位置 這樣的話呢 應該就可以符合我們要的喔 所以有點像那個之前Index的效果 我們來試試看 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 改 記得喔 1把這個K怎麼樣 後面改一下 改成Sales Sales是哪一個儲存格嗎 瓜糊 哪一列呢 DK列 所以K的話 是變成說 它預設就會先從這邊抓 意思說 把後面的資料 幫我放到前面去的意思 所以這個等號 豆點 哪一欄呢 B欄 OK 好 程式寫完了 那我們寫完之後 再來亂亂看好了 特別注意啦 同學可能比較不容易理解 是這個等號 這個等號 意思說 把後面的資料怎麼樣 取得之後呢 複製一份 到前面去的意思 OK 所以這個等號意思 不是像以前 你那個數學裡面的 運算的結果 在這邊的意思 應該是把後面的資料 複製一份到前面的意思 OK 所以這個概念有點不太一樣 它這個等號 跟下面的這個等號 也好像也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下面這個等號 是把後面的那個計算完之後 存到前面去 OK 所以這個概念跟以前那個 你們在學習數學的基本概念 不太一樣 所以這一點 恐怕特別特別的小心 那我們做完之後 來看一下 再來一樣 我按F8好了 足行跑 再來的話就是把什麼 把這個K現在等於2 所以這裡面的資料 當然你可以選取它 油標放上去 它就告訴你說 現在這個Sales的K K等於2 的B欄裡面是放這些資料 幫我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第二列的第四欄 就是這個儲存格 所以放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 這邊就多一個資料 它其實就把這個資料 幫你複製過來了 OK 按NAS 按F8繼續 K這個時候等於3了 對不對 那所以呢 這個時候變成 要取的這邊 流洋盒 姓名漫畫 所以一樣 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 那就放在哪裡 放在這一個 所以流洋盒 有沒有 再一次類推 那其他的話呢 都OK了 所以全部把它跑完 好 那可是啦 你想說老師 這個跑完之前 我們好像還有再多做一個動作 就選取這個範圍之後 有沒有 快速點兩下 讓它什麼 藍寬調整 但是如果像這個動作 假如你希望把它寫到 VBA裡面的程式的話 其實你只要在 End Sub的上面這一行 再多一個 敘述就可以了 什麼敘述 跟他講說 我希望 幫我把D藍到G藍 自動調整藍寬 那寫法的話 只要敷下一個 這個物件叫Column Column 這個Column 指的是藍 哪一藍 你跟他講說 你幫我從D藍到G藍 後面的話呢 你就點 點什麼呢 叫Auto 自動 Fit 自動 Fit 就是自動調整 AutoFit 就是自動調整 所以如果你加這一行的話 OK 我們來再跑一次 比如說我清除 清除完之後 我希望輸出之後 再幫我自動調 有沒有 輸出完之後 就自動調藍寬了 這有點快 太快一點 我來再把它調一下 那其實關鍵的地方 就是這一行 我把它先清除 我把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停在這裡 先不要跑 那你會發現 這一行 執行的話 有沒有 它這個藍寬 自動調整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那個清除 再增加一個K 之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K 放到這個 儲存格 就是Sales的K列的B欄裡面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